大佬 非先生为我们做作用讲话 这不是什么大佬的啊 就是跟大家一样 咱们都是在努力为中国的民主 为中国老百姓不受压迫 在这个地方努力 刚才在那个国会前面的时候 有朋友提到 说有很多这个 替共产党游行的摇小红旗那些人 就十几年前的时候 在洛杉矶讲演啊 就碰到有人提这个问题 说他们美国人 现在为什么歧视我们 在公司里边 好像人家都对我们很有警惕 但是我当时就说过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过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中国人 替共产党干事 去偷人家的东西 偷人家技术 偷人家这个 偷人家那个 你们这些华人呢 跑去支持 像李温和什么 这种偷人家东西的特务 你们去支持贼 那当然 人家就会把你当作贼 就会对你们保持警惕 所以这些摇小红旗的这个 拍共产党 马屁的这些人呢 其实影响到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名誉 给我们中国人脸上抹黑 而我们在这个地方抗议呢 大家都看到 连美国警察都很容忍我们 本来我们不应该站在这边 应该站在后边里边的 但人家还是容忍了 为什么呢 人家知道我们是正义的 我们是在为人民的自由 为人民的不受压迫 在这个地方奋斗 所以这个很有意义 有人讽刺 说你们除了民运 除了这个游行啊 战争抗议 你们还能干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这是一种表达 表达我们对共产党的反感 表达我们对共产党的愤怒 表达我们支持中国 应该走向民主自由 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同情我们 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 非常好 你们今天我看到 我们组织的非常好 我们这样的活动呢 以后应该经常有这样的活动 让美国人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和他们一样 我们也需要民主 我们也需要自由 我们不希望有共产党 我们反对 中国老百姓都反对共产党 而不是拍共产党马屁 那些小红旗的 摇着小红旗的 现在网上管他们的小粉红 那些人才真正是 给咱们中国抹黑 真正丢咱们中国人的脸 所以谢谢大家 大家都这来奋斗 冒着严寒 非常有意义 我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soup 非常感谢我们的 明明年秀 我们魏先生 自由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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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 ah 我们的心性